其實基本上這這些關心社會的年輕人是社會前進往前邁進的原動力 我想這句話大家尤其是民進黨的前輩應該也都可以同意 因為過去的三十年來民進黨就是靠著一群這樣子熱血的年輕人的力挺 一路走到現在那這一次民進黨能夠全面執政 其實我個人的觀察認為是在過去馬政府執政八年來 民進黨跟很多股社會力量互動最終在選舉的時候 因為多股社會力量的集結而得到了成果 所以其實在執政之後民進黨跟社會力或者是我們一般講的公民社會的互動 其實應該要更謹慎更仔細 因為這一股民進黨跟國民黨最大的不同就是因為公民社會並非國民黨統治的基礎 但是公民社會其實是民進黨的政治基礎之一 但是是極為重要的政治基礎 勢必是重要的 因為若沒有在馬政府過去執政八年的時候 若沒有這一股公民社會力量 其實國民黨政府怎麼可能會垮台 國民黨怎麼可能會落到現在這個境界 我當然這個行政院的副秘書長 這個何佩山他當然也是民主運動的前輩 他之前接受媒體專訪的時候講說 這個中小企業是民進黨的政治基礎 所以這次勞基法修法要顧及中小企業的需求 那我當然不否認中小企業是民進黨的政治基礎 那民進黨他可以對中小企業主的需求這麼謹慎這麼仔細的去處理去評估 同樣的那對於公民社會的聲音是不是能夠有同樣的謹慎 跟同樣的仔細來處理 現在的公民社會瀰漫了很多的焦慮 這股焦慮感我的觀察是已經超越了勞基法修法這個議題本身 而是公民社會覺得為什麼民進黨已經不再能夠溝通 在這個上週末時代力量有五位委員在總統府前他進食然後進座來抗議來抗爭 其實我個人覺得最驚訝的一點是行政院尤其是這一次主推 強勢要來主推修法賴清德院長他竟然沒有任何的重要的表示 對於在野黨重要的在野黨的領袖所有的委員在這樣的抗爭 行政院院長可以沒有意見嗎可以沒有表示嗎 對於他主推的這個法案民間有這麼多不滿的聲音 最後你看到的是什麼看到是這個 蔡總統跑去這個洪詩雍委員的臉書下面留言 然後看到媒體釋放出一些消息說蔡總統要出手了 要邀請朝野立委到總統管理裡面去談 但是主推修法的行政院長他的角色消失了 這個行政院好像已經不再是公民社會覺得可以對話的行政院 那所以公民社會的朋友當然會焦慮 因為過去大家有志一統的打倒了專制威權獨裁的國民黨 但現在的這個新政府我們期待的是一個更為開放的 更能夠謹慎的仔細的處理公民社會需求的這樣一個政府 結果期待落空這樣子的一種焦慮感其實他是遠超過勞基法這個修法議題 而且這個影響恐怕不會只有一兩年他恐怕會很長期 是除非民進黨可以改變民眾對這個影響 我覺得我自己的觀察人民的困惑不滿跟憤怒 他其實是長期累積的是318學運並不是在2014年的1月1號才開始的 也不是在3月18號才開始的而是從2008年的時候 陳雲林來臺發生原山事件之後是人民對於馬政府的輕忠過度輕忠 已經開始有很多的困惑開始有很多不滿 雖然說野草莓草草收場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希望 雖然說後來的有很多的包括國道收費員跟官場工人的抗爭 怎麼覺得好像都是被排除又被公共危險起訴好像沒有什麼成果 但是當他累積起來之後最終在2016年的1月16號 國民黨突然發現說原來我一直以為沉默的多數是因為支持我 不是其實沉默的多數他反對你 是的 只是他沒有出來站在街頭 這是危險的 長期會我再請教一下阿苗 你們怎麼看民意 勞團是民意嗎 或是這個叫做民意嗎 這個講到民意調查想到這個過去318服貿協議的時候 其實嘛 政府也拿出很多他們自己做的民調來告訴我們說 台灣人支持福貿 民意都支持簽署福貿協議嘛 那我相信其實民調他受到了抽樣的方式 題目的設計等等的研究方法的影響很大 比如說像勞動部那個3000多個樣本的這個民調 怎麼剛剛介紹看起來好像是跟其他家都相反 其實一個最關鍵的原因在於勞動部抽樣 這3000多份樣本都是屬於滿15歲以上的私人企業的受僱勞工 就是假設說你是公務員 或者是你是退休人士 或者是你並沒有投入職場的 這些樣本呢 是勞動部沒有採納的樣本 那3000多個人都是職場上的勞工 所以為什麼會跟其他家不一樣 因為其他家他做的民調裡面 他並沒有去確認說這個人是不是受僱於私人企業的勞工 是 他可能納入了很多比如說是公務員 OK 比如說是沒有工作人士 我排除 金舟漢本來抽樣一千八百多 後來他剔除了軍公教 農人等等 那現在剩下多少 剩下一千兩百多份 剩下一千兩百多 所以他還是有取樣的一個準確性 這是第一個取樣 所以你說勞動部跟臺灣民意調查基金會 或是民進黨部自己做的會有落差 因為他取樣的母體就是不同的 那第二個是在問題的設計上面 比如說像勞動部的民調 這邊就有一份紙本的他的調查報告 他的問題是他怎麼樣問呢 他問的是說你認為勞基法 每個月最多可以加班四十六小時的規定 需不需要調整 諸如此類 他是把這一次修法裡面幾個要調整的點 他先問你說你覺得需不需要調整 假設你覺得需要的話 他才繼續追問你說 那你覺得需要調整成怎麼樣 所以其實勞動部的這份民調 他在題目的設計上是比較符合一般所謂 我們研究方法所說的題目的設定 他沒有帶有暗示 是 那他是針對著具體的 具體的措施 他去問 他不是抽象說 你覺得勞基法需不需要修改 因為假設你只問說 你覺得勞基法有沒有必要修法 那覺得應該要往左邊修的人 跟往右邊修的人 他都會告訴你的答案說 哦 需要 對不對 那你這樣就沒有辦法去知道真實的 這個現在被你訪問的人的意向 不過阿妙我請教啦 其實你也是年輕的一個很重要的意見領袖 那在三一八三年前的這個三一八學運的時候 你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剛剛竟然談到一個年輕人覺得被騙 你有覺得被騙嗎 我想在座的這邊好幾位啦 我猜這個二零一六年的時候 總統這一票當然是蓋給蔡英文總統 那蔡英文總統的政見 其實當時都寫得非常的不錯 不過比較遺憾的是說 他上台之後呢 有一些政策上的作為是符合政見的 而其他的一些作為呢 反而跟他的政見距離非常的遙遠 那不只在勞工 還有很多其他的議題 我們也發現這樣一些跡象 那你說執政了之後 會不會你坐到那個位置 你進到廚房才發現原來是這麼熱 所以你的想法有所改變 這也有可能 但重點是其實作為一個政治領袖 你必須要把你的想法改變的軌跡 至少很清楚的跟人民交代 你今天為什麼這麼做 你是基於什麼樣的堅實的理由 什麼樣的政策的評估 你的利害衝擊的影響的評估的報告 是什麼促使你改變你的想法 我必須要講說 二零一六年 前年的時候 這個民進黨執政黨 推動一粒一休的這個修法 在當時有很多人有疑慮 因為一粒一休搭配 刪除七天國令假日 有些人覺得說 這是勞權的倒退 那在那個時候呢 蔡主席蔡總統 他出面講說 請大家相信我 一粒一休是最能夠讓勞資 雙方都獲益的政策 我記得很清楚 當時的府院黨 是一致的告訴大家說 這個十大力量社民黨 勞團主張的是太過激進了 那這國民黨主張的 當然是騙人的 因為他們以前執政的時候 並沒有這樣做 那現那個時候勞動部 推出了一粒一休呢 是最持平的 對勞資都有好處 好 那不論如何 最終仍然是按照了 二零一六年的時候 國會民進黨的國會多數下 通過了這樣子一個法案 結果到了二零一七年的年底 還沒有實行滿一年的時候 反而是執政黨又說 當時我們推的那個 不好啦 我現在要把它再修改 再把它改得更好 好 那人民一定會問你說 那你上次修法的時候 沒有利害評估報告 你上次修法的時候 評估不夠嚴謹 所以才會導致不好嘛 是 因為如果你已經評估很嚴謹 那這一次的評估報告呢 那請問你這一次的根據在哪裡 突然發現說說不出來 只有什麼高鐵阿伯 高鐵阿伯跟朱立倫的淡水阿嬤 其實差不多嘛 那在二零一六年的時候 一粒一休其實當時 我們還看得到很多 其實是勞動法的學者 他願意出來說 他覺得一粒一休是個好法案 我必須說 雖然很多勞團是反對 可是有勞動法學者告訴我們說 民進黨版是好的 可是到了二零一七年 過了一年之後 執政黨告訴我們說 一粒一休不好 我要再進化 我要再優化升級的時候 檯面上竟然沒有半個 勞動法學者告訴我們說 他支持民進黨這一次的修法草案 我覺得更嚴重的是如果民進黨中央去問一問 當時幫蔡英文總統寫他的勞動政策 白皮書六大承諾的學者 專家 民進黨去問一問這些當時寫政策的人說 就問一下 現在行政院版有沒有符合當初蔡總統講的這個政策 我相信這個答案可以讓蔡總統跟賴院長行眾 有很多的感受 不過這些問題都要請教嘉欣姐